日本朝日新闻 周五在国际版用四分之一的版面报道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 已经承认杀害协助他向海外转移资金的英国商人海伍德 并承认从90年代前期开始到被捕前 他利用薄熙来的定位收受有关企业陷阱 中国当局已经决定起诉谷开来 并开始调查薄熙来本人 当时是否知道谷开来的连串行为 柬埔寨拒绝中国引渡佛西莱案的法国建筑师德威莱尔的请求 德威莱尔被指涉及前重庆市委书记佛西莱与妻子谷开来 涉及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一案 在中国政府要求下 柬埔寨警方6月13日拘捕了德威莱尔 但柬埔寨当局要求中国必须提供更多的证据 才考虑将德威莱尔引渡至中国 如果没有窃取证据 德威莱尔被拘留60天后将被释放 美国之音21日报道 因房产纠纷 长期居住在湖北省的香港访民廖启健 一周前与家人士去联络 廖启健的女儿随后通过香港入境处 把材料寄到香港保安局 希望能找到父亲的下落 事件再次引发各界关注特区访民在大陆受到的对待 有香港访民认为 港府在保护港人入内地成情权益的问题上表现软弱 战员表白或分手在大陆进成为一种职业 上海师范大学谢敬影视艺术学院一名大四毕业生 今年毕业季期间就接单近50件 但毕业后各奔前程 带分手的个案较多 这名代表白哥在上海大专院校间相当知名 他从大二开始经营代表白或带分手的业务 代表白哥说 在他经手获得业务中 男性比女性多 多数求爱者都能成功 临近毕业季 接单则是求分手比求爱多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